五死四十三人傷 出事客車懷疑超載 出事客車車頭完全卡入貨車車箱 幾十人被困車內 意外現場在湖南省駐州駐停鎮境內 遮防隊員敲碎車箱 被傷勢較輕的人爬出 四十多個乘客 首先被告出送往醫院治療 但仍然有八個乘客 被壓在車底無法脫身 二十分鐘後 消防增援隊抵達 拆除客車箱撞變形部位 隨後再多四個乘客被救出 送上救護車 事發五小時後救援才結束 經交警部門確認 客車上共有四十八個乘客 其中五人死亡 三人至今仍未脫離危險期 有傷者表示 出事客車嚴重超載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應報導 委內瑞拉東部有長途巴士失事 跌落加勒比海 造成最少十一人死亡 十八人受傷 失事的巴士沿斜坡滾落加勒比海 救援人員和當地居民 落水搜救生還者 又用小艇將傷者送上岸邊 再轉送醫院救治 當地傳媒報導 出事長途巴士載住三十名乘客 星期五在東部蘇克雷州首富富馬納 為了閃避一架對頭車改變方向行駛 但失控衝出公路防撞欄 跌入加勒比海 八世里約熱內路 暴雨引發的沙泥傾石 死亡人數增至二百一十九人 由於相信再沒有生還者 當局開始出動滑泥機 清酒淋下來的沙泥 期間再發現多三十個遺體 當局估計死亡人數會不斷上升 由於山坡結構不穩 市長早前頒布指令 強制百多個地點的居民切疏散 聯邦政府加派士兵和撥款超過一億美元 協助震制災民 而死者陸續舉辦 離約熱內路上星期一晚連場暴雨 雨量是有紀錄以來最多 引發二百多宗沙泥傾石 不少氣在山腳的貧民區被沙泥掩埋 阿富汗政府粉碎暗殺陰謀 九人在南部一間醫院落網 當中包括三名意大利人 被捕的包括三個意大利醫護人員 和六個在醫院工作的阿富汗人 當局在南部克爾曼德省首府 拉什卡爾加這間私營醫院採取行動 並在醫院的儲物室 起出自殺式爆炸襲擊用的背心、手榴彈、手槍和子彈 警方表示這批人計劃趁克爾曼德省政府官員 巡視醫院時刷動襲擊 這間醫院由意大利私人機構負責營運 主要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急救服務 國家主席胡錦濤 今個星期會到華盛頓出席核安全峰會 期間會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 預料除了討論核安全 也會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 方東昇在美國華盛頓報導 中美合演的二重奏 繼續成為國際舞台的焦點 去年年底奧巴馬訪華奏起的和諧惡章 到今年完全變調 貿易、對台秀武和西藏問題矛盾重重 當中以人民幣匯率爭議最大 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 中方強調沒有低估幣值 外界一度揣測國家主席胡錦濤會取消美國之行 直至最近氣氛稍為回暖 美國押後決定是否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過名單 有分析說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出訪南美前 到華盛頓出席核安全峰會 但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是希望務實處理兩國關係 國事訪問本身會創造過高的期望 在這個暫時中美氣氛較為緊張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時候去做國事訪問 會令人覺得是徒勞無功 但集中在一個問題上 譬如說核問題上 中美有些進取的地方可以合作到 中美領導人月初曾經在電話會談大約一個小時 胡錦濤提到 中方願意和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方東升在美國華盛頓報道 東方日報正論說 民調首次確認香港不是和諧社會 本港是否出現階級對立和社會分化 數字最能夠說明問題 回歸前本港窮人不夠100萬 現在已經激增到123萬人 回歸前拿中門的個案是18萬宗 現在拿中門的個案超過28萬宗 激增超過五成 其實港府並不缺錢 問題在於港府嫌貧愛付 資源錯配 該花的錢不花 不該花的錢就亂花 人們可以看到港府對窮人做守財勞 對自己人就闊綴到令人難以自信 打造政績工程更加是花錢如流水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 不均和不安向來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城報》寫評說 胡錦濤火未前夕 中國公布了內地上月錄得 72.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外界評論不約而同指向一點 就是有力舒緩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大幅升值 不但不能解決中美貿易赤字的問題 而且對美國經濟一些好處都沒有 還有可能潛藏極大的風險 人民幣升值只會令陷於經濟困境的 美國打工一族 失去享受便宜貨品的機會 從而增加生活壓力 到頭來 隱無可忍的勞工階層難免發起抗爭 要求增加工資 這樣的結果勢必推高美國的通脹 造成美國經濟惡性循環 泰國洪三軍和軍警衝突 800多人死傷 曼谷外遊警示提升到黑色 但尖早仍然有港人出發去當地 郭蘭總統卡因司機 墜機身亡事故 相信是人為錯誤造成 各位歡迎收看這一節新聞 我是李朗兒 泰國反政府洪三軍和軍警爆發 近20年來最嚴重的流血衝突 造成18人死超過820人受傷 死者包括一個日本記者和多名士兵 軍方說紅三軍挾持28名士兵做人質 雙方目前協議後撤 總理阿霹實深夜發表電視講話 強調會採取一切手段恢復國家秩序 又會對星期六的衝突展開獨立調查 公布真相 本港將曼谷外遊警示 提升到最高級別的黑色 呼籲市民不要前往當地 先看看昨晚的衝突情況 在曼谷入夜之後 紅三軍再次和清場的軍警爆發衝突 示威者用長軍追打軍警 又扔玻璃瓶和石頭 有軍警說示威者甚至向他們開槍 扔汽油彈和手榴彈 有軍警就被紅三軍圍毆毆 軍警向天開槍和發射出雷彈驅趕 又拖走受傷的同袍 晚上的衝突集中在民主紀念碑 潘發橋和遊客區高山路一帶 衝突造成多人死傷 死者包括一個43歲的路透社日本攝影記者 他星期四才抵達曼谷 採訪紅三軍的示威 他被子彈貫穿空暴死亡 外電報道說紅三軍將一個被炸開部分頭顱的死者遺體 運回大本營 證明軍方對示威者使用武力 衝突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軍方最後下令撤退 並要求紅三軍同時後撤 以便雙方談判 不過軍方說紅三軍透壓了28個士兵做人質 政府指派總理秘書長郭沙和示威者領袖談判 不過紅三軍領袖就說不會讓步 甚至改變元師的要求 要國會即時解散 和總理阿批實離開泰國 阿批實深夜在第十一步兵團營地 再度發表全國電視講話 強調連續兩日和示威者談判都沒有結果 而集會不斷超越法律和憲法規定 他別無選擇唯有依法辦事下令清場 並強調會採取一切的手段 恢復國家平靜和劫墜 對於今次衝突造成的死傷 當局會展開獨立調查並向外公佈 有分析自認爲 阿批實要平定今次的動亂局勢 必須得到軍方的全力合作 不過軍方未必願意向示威者使用武力 將會令到泰國不明朗的政局持續 無線電視記者阮一言報導 特區政府昨晚向曼谷發出 最高級別的黑色旅遊警示 呼籲市民不要到當地 不過早上仍然有港人如常出發 但表示會被開示威拒 目前有三百多名本港旅行團的團友在曼谷 今天會全數返港 而自由行的港人大約有千多人 今天和明天會有26班由曼谷返港的航班 初步還有二三百個機位 政府暫時沒有計劃包機 接載在曼谷的港人 旅遊業議會表示 業界明天會開會 討論何時恢復出團 暫時取消曼谷旅行團到星期二 波蘭總統卡因斯基的專機 在俄羅斯西部墜毀的空難 俄羅斯總理和波蘭總理 先後抵達墜機現場視察 初步調查指人為錯誤導致這次空難 機上97人包括卡因斯基和太太全部離難 波蘭代總統表示 兩星期內公布總統選舉日期 俄羅斯總理普京和波蘭總理陶斯克 當地星期六埃曼抵達斯摩寧斯克 墜機現場獻花向死難者致哀 普京又向陶斯克講解空難調查進展 較早前 普京由多個高層官員陪同到場巡視 在空難發生後 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夫 下令成立事故調查委員會 並由普京領導委員會 他之後在臨時止步召開會議 會前先為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他隨後發表說 指示要盡快徹查意外原因 和協助死難者家屬到莫斯科認令為體 第一批死難者家屬 包括已故總統卡因斯基的 孖先生哥哥正是前往俄羅斯 俄羅斯當局已經證實 找回飛機黑盒和機艙通話紀錄 初步顯示飛機撞落樹林的時候 因為大霧能堅度很低 而線摩寧斯克軍用機場 沒有指示飛機降落的導航系統 沒有辦法引領飛機降落 機場方面曾經建議飛機 轉往另一個機場降落 但機場無接納 事發在星期六 駕機靈26年的圖154飛機 載著波蘭總統卡因斯基 抗例和多個波蘭政要 由波蘭首都華沙出發 原定前往俄羅斯出席 二次大戰的悼念活動 但飛到斯摩寧斯克降落時 裝落樹林 墜位起火 波蘭全國開到一星期 首都華沙的總統府下半期之外 數以千計的民眾湧到總統府外 獻上鮮花和蠟燭悼念 當地的教堂亦都舉行悼念儀式 部分人情緒激動 多國領袖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 和英國首相伯高敦 分別向波蘭表達哀悼 而站待總統職務的波蘭眾議院議長 方莫羅夫斯基發表講話 他說會根據憲法在14天之內 公布總統選舉日期 無線電視機者雷爾報道 俄羅斯遠東地區發生雪崩 最少10人死亡6人失蹤 直昔機將獲救的7個遊客 和1個機組人員運到山下 再由救護車轉送當地醫院治療 事發在當地星期六 18名來自德國和比利時的遊客 乘坐直昇機抵達善賊加地區滑雪 直昇機降落時突然遇到雪崩 造成多人死亡和失蹤 當局派出大批搜救人員和搜索犬 搜索失蹤者 阿富汗政府粉碎暗殺陰謀 狗人在南部 桂裡竟然有上百件鼻烟壺 他們色彩鮮艷造型多樣 材質也很豐富